大家好,我们这组是来自阳明大学的研究生 我们主要是在研究口腔癌 在口腔癌的研究及实验当中,我们经常会进行属细胞的操作 属细胞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耗时的工作 所以我们想借由在CCClub所学的Python语言 做出一个能够自动属细胞的程式 以减少工作负担之外,并增加实验的稳定性 我们平常数细胞的时候,会将代测的细胞液 取到一个有标准刻度的波片上 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并且用人工手算的方式 一颗一颗的去数细胞的数量 那这个是模拟显微镜下细胞技术盘的样子 每个视野,细胞少则数十颗,多则会上百颗 甚至有很多样本需要测量 如果刚好遇到细胞数量很多,样本也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跟精神在数细胞上面 因为体力跟专注力会随着时间下降 所以我们发现会越数越累,越数越慢 甚至数到后面容易出错 像是重复计算或漏掉没算到 这样的结果很容易造成细胞技术的精准度下降 最后造成时间的误差 虽然市面上有几款商业化自动属细胞机器 不过这些机器价格不便宜,不是一般小实验室能够负荷的 但是一般细胞实验室常常配有显微镜 并且连接摄影系统和电脑设备 所以我们这组想要设计一个Python的程式 读取影像之后,自动判别试验中细胞的数量 并算出细胞浓度 值得信心的是呢,细胞技术的形态跟大小 其实差不多就像这样一颗一颗圆圆的 所以我们相信用Python来辨别这些细胞颗粒 不是一个太难的技术 且能够大幅的增加我们属细胞的效率 至于精准度呢 也是我们考量的因素之一 所以后面也会比较用Python及手算的结果 猜疑度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细胞技术的原理 细胞技术盘上呢 它有许多非常细小而且刻度精准的格子 在这样一个大格子当中 它的面积是1平方毫米 乘上这个波片空间的高度0.1毫米之后 这个空间的体积就是0.1立方毫米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空间的平均细胞数之后 就可以回推每立方毫米 也就是说每mL会有多少颗细胞 进而得知细胞的浓度 例如在这个范例 假设我们在细胞技术器上的这4个大格子 总共数了93颗细胞 平均每0.1立方毫米的大格子呢 会有23.25颗细胞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推每mL会有232.5颗细胞 得知这样的细胞浓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依照实验的需求 去计算出我们需要细胞液的体积 或者是算出细胞液里面的细胞的总量 这个是显微镜连接照相系统 在电脑中呈现的这个视野范围 相较于用肉眼直接观察显微镜 它的视野会比较窄 我们将用已知体积的大格子 在影像输出中的大小比率 去推算出整个视野的体积大小 最后去计算细胞数量之后 推算细胞的浓度 我们这个project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透过及时的运算 来节省时间还有人力 首先呢我们会做视野的校正 就是透过算出这个标准大格子的像素之后 去校正整个显微镜输出的视野大小还有体积 我们主要是透过OpenCV模组 进行细胞影像的处理 帮我们即时算出这个视野当中的细胞数量 然后再用python运算出细胞的浓度 最后我们最终的目标呢 就是想要透过即时的动态影像 就能即时算出当下的细胞数量还有浓度 那并推算出实验所需的细胞异体积 那最后呢最好有一个这个图形化的界面 让一般的操作者呢都可以轻易的上手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896乘以672的解析度下 去测量这个以知体积为0.1立方毫米的标准大格子 它的面积是87320P 所以我们可以回推整个896乘以672的这个视野面积 是标准大格子的6.8955倍 那理论上呢整个视野的体积应该就是0.68955立方毫米 所以我们将这个视野的细胞总数去处理0.68955 就可以推算出每mcL含有多少细胞的浓度 接着我们进入到程式的部分 我们透过opencv报门去计算细胞 我们尝试了好几种方法 那最后呢发现是透过 视野中物件不同的明暗度去区分细胞及背景的线条 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那结果这个调整明暗度的trash hold 设定170-200 就可以很精准的圈出所有的细胞颗粒 之后呢我们再利用其他的函数 来进行细胞轮廓的计算 那以及套用一开始所测量的视野体积来 运算出细胞浓度 接着是程式输出的结果 运行了这个程式之后呢 电脑会即时的算出我们给他的这个测试的图片 包含这些黄色点点细胞圈选的情况 还有细胞总数还有细胞浓度 电脑算出来的答案是每mcL会有76.9颗细胞 于是呢我们也用人工手算的方式去算下面这三个完整大格子的细胞数量 那回推细胞浓度是每mcL有76.7颗细胞 可以看到用程式即时运算的细胞浓度 跟人工手算的结果是很接近的 为了证实这套系统的参数的可行性 我们也运算了其他不同的细胞图片 我们用相同的程式中去测试了其他不同的细胞的图片 在这个细胞密度比较高的图片中可以发现 用程式即时运算出来的结果呢 跟用手动一颗一颗慢慢算的结果 他结果是很接近的 另外我们用比较小细胞颗粒的结果 也可以算出这个误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答案 刚刚用图片来测试程式的条件 计算速度跟准确度是我们能接受的 目前我们这组的程式只进行到刚刚图片的阶段 虽然已经可以来应用了 但是我们Project的救急目标 是想要在即时的动态影像中去运算细胞的浓度 这是我们模拟的情境 在播片呢放到显微镜的当下 电脑端呢就可以即时的运算出这个视野它的细胞浓度 那随着我们移动播片到不同的视野 那电脑呢也可以即时的运算当下的细胞浓度 累积较多不同区域的平均浓度之后 理论上测量值呢就会更接近实际值 最后呢我们也想要将这个计算器 建立成GUI的界面 那未来不同的使用环境可能需要微调一些参数 我们认为呢让一般使用者在这个图形化的界面 来操作及调整 会比直接修改程式码还要来的便利及安全 我们目前也进行相关资讯的学习以及测试 希望可以完成这套软体 在现有的低硬体成本之下来改善现有的实验效率 谢谢您的聆听